10月15号的凌晨3点钟 多名香港警员涉嫌在暗处围殴参与战中的公民党成员曾建超 整个过程都被传媒摄入镜头 历时大约4分钟 这激起了香港民众的愤怒 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香港警方的形象是再一次受到重创 不过有分析指出 处理战中的前线警员现在已经是身心俱疲 不应该让他们夹在中间 香港政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积极的和学生对话 曾建超的左眼右眼角及右额 有多处损伤和愈痕 胸口及背部有多个圆形 直径约两厘米的伤痕 颈下有愈伤 据了解 圆形伤痕可能是由警棍早期造成 香港警方已证实 涉嫌殴打曾建超的警察共有7人 包括两名督察以及5名出击警务人员 保安局长李动国表示 警方已发表声明 关注警察对被捕者使用不当武力 会按既定程序公正调查及处理 曾建超向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表示 他被殴打时完全没有缓击能力 目前他正寻求法律意见 准备向有关警察和警官采取法律行动 执法为名 施行为实 因为当时曾建超 他已经被坐带 把他的手从背后锁起来了 他是绝对没有反抗的能力的 6个到7个警员就把他抬起来 抬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就向他拳打讲替 卸案的6到7名警员 已经是干犯了 刑事的责任了 起码是故意伤人 造致身体有严重的受伤 香港警方在暗处围欧战中抗议者 引发海内外舆论声讨 15号晚 数百名社工游行到警察总部 抗议警方滥用私刑 学联也在京中占领区举行集会 高呼拘捕黑警 还我公平等口号 战中发起人陈建明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示威者14号晚占据龙河道 是因为特区政府一步也不让 他认为梁振一 才是阻碍公益的最大路障 美国国务院则敦促香港当局 立即针对这个事件 展开彻底调查 国际特赦香港分会主席曲美宝 在一份声明中说 香港一些警察认为他们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们的行为令人作呕 不过香港明报指出 警队高层对警察围殴站中者一事 感到无奈 认为处理站中的前线警察压力大 情绪已达到临界点 报道说 警队高层意见分两派 一派认为对这个事件不应该姑息 要严惩 以清理忙活 另一派则担心 如果以高姿态严惩涉事者 会让情绪已经不稳定的前线警察一再受挫 影响士气 香港内地投资权益关注组召集人陆卫平指出 香港站中走到警察暗处打人这一步 因归咎于香港政府 现在这很多的手法都是文化大革命 移过来的那些手法 群众不群众 而且是政府在挑动群众不群众 所以现在这些学生真的是很惨 政府应该想出一个方法 怎么样让学生心服口服的方法 做下来大家交流 大家讨论 保持个出入 你看一二三三三逃避 他就是用拖延的方法 打太极拳 想拖滑这些学生意志 这个政府已经是没有可救了 香港立法会15号进行修会待续议案 辩论有关9月26号起 特区政府和警察处理市民集会的手法 教育界议员叶建员指出 不要让警队成为模型 政府应负起责任 从政治层面解决问题